行动港以保东区国会议员李存孝 涉嫌擅自诠释可兰金经文遭警方问话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莫哈莫娜因会见了当事人 劝告他以后引用可兰金要加倍的谨慎 避免引起误会 而李存孝也同意部长的建议 莫哈莫娜因今早在脸书上传照片发文指出 两人的会面具有建设性 彼此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捍卫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的地位 随着影片引起轩然大波 李存孝事后一度召开记者会道歉 也强调在发言之前曾经咨询宗教师 没有擅自诠释 李存孝事后一度声